倒是昨天呢 他们到台湾之后呢 晚上两个人精神还非常好 刚吃完晚饭呢 马上又相约了到通话夜市去逛街 一路上看到了蜜汁地瓜啦 看到了这个芝麻糖 就举起大拇指 吃的是津津有味 那发哥说 他好久没有吃到这些东西了 但是呢 唯独想吃的蚝蛙煎 来不及吃到 发哥跟发嫂就得回饭店休息了 晚上九点多 才搭击底台不久的周润发 带着发嫂逛起通话夜市 许多本来在夜市吃小吃的民众 马上团团把发哥围住 抢着要跟他握手打招呼 我今天刚刚第一天到就看的周润发 我非常的偶像 你好 多久没有刚夜市了 哇 很久了 十几年了 由于发哥演性的重心 逐渐移往国外 难得抽空带着发嫂逛夜市 一眼看到台湾特有的小吃 蜜汁地瓜 又停下脚步 向周遭的工作人员大力推荐 你先吃 你吃 小了很久 你会担心放屁 没关系 都挺香的 从头走都围了 起码中了十公斤 发哥话才在嘴边说完 看到芝麻糖又马上靠过去 跟老板嚷嚷要来一份 甚至就连看到葱抓饼 也误以为是他爱的蚵仔煎 毕竟太久没逛台湾的殖民夜市 只见发哥带着发嫂 向大家挥挥手 抱着没吃到娥仔煎的遗憾 结束了今晚的夜市之行 中文新闻吴博一杨家 台湾报道